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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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各位歷領2019年僑務委員會華語教學國際研討會 今天的第一場專題演講由唐鳳唐政務委員為我們帶來 蒙點及重人力量帶來的啟示 在專題演講開始之前 首先邀請僑務委員會僑教處 榮佑兒榮處長為本場專題演講引言 有請榮處長上台 韓國雄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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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雄 李宗盛 韓國雄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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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政委還有各位與會的貴賓 大家早安 早安 感謝唐政委今天波榮參加這場 擔任這場專題演講的講座 那唐政委是台灣第一位 以數位專業來擔任我們的政務委員 那也就是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把網路的包容開放跟公正帶到政府體制 那我舉兩個例子 就是讓各位非常有感的一個政策 那其實財政部在推動網路報稅 已經有非常多年了 其實每一年我們在報稅的時候 其實都非常的痛苦 因為遇到了非常多的問題 那唐政委知道這些的問題之後 就把民間的一些的建議跟意見 其實收整起來 足以的去克服 那我們今年在報稅的時候 就非常有感 很快的就完成了報稅的一個作業 那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民間一直對於政府的一些政策 覺得是黑箱作業 那唐政委就率領了工作團隊 把政府的一些公聽會 協調會的一些內容 全程用文字來公開 讓民眾清楚的了解政府的施政 回到今天的這個專題演講的 蒙點的這個部分 那蒙點也是唐政委的創造者 那他集合的網路的一些鄉民的一些智慧 共同的把它結構優化再重構 所以他是一部目前在國內非常 受到好評的一個數位的詞點 那今天他就以蒙點為題 我想這個部分可以帶給大家 非常多的啟發跟收穫 那現在讓我們一起用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唐政委 謝謝 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唐鳳唐政務委員 doorstep yourself え 署長 然後所有與會的朋友們大家好 這個如果這個我剛看到大家已經要掃一次QR-Co 了 但不好意思还要再扫另外一个QR Code 这是我们的一个匿名发问的一个平台 那待会我们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讲的内容大概就是以大家在这个平台上面的发问为主 那如果一下扫不到的话 也可以连到slido.com slido.com 然后输入622 那如果是扫QR Code就不用输入622 但无论如何到最后都是到一个匿名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平台 那匿名有个好处嘛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期 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所以就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那然后第二个是说 如果别人问的问题 你也想要问的话 那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 那赞的数量越高的它会跑到越上面 那越上面我就会越优先的来回答 所以就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扫这个QR Code 然后想先问一下说 有就是看过或者是有运用过蒙电的朋友可以举个手吗 哇 这里真的是同温层 高达三分之一的朋友 对 那其实蒙电是确实是我取这个名字 然后负责维护 蒙电是非常非常多人共同的一个作品 那所以我想我今天一开始就是先解释一下 蒙电到底是什么 然后蒙电怎么来的 那之后呢就我想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以大家的询问为主 我们就看大家想讨论什么我们就讨论任何各位想要讨论的一个议题 然后就一直到就是时间结束为止 好 那蒙电其实是一个网站嘛 然后也是app 那它的网址是moedict.tw 那蒙电呢它为什么要叫做蒙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蒙这个字它在中文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意思 它是有草木出生的意思就是大家一开始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自己去做一个新的词典 那另外就是说它是事物开始的一个征兆 它象征着就是我们政府跟民间的力量能够开始互相结合 那第三个就是说它是人民的词典 意思就是说任何人对蒙电有任何想法任何改进 任何批评指教等等都可以把蒙电这个因为我们抛弃掉著作权嘛 这整个网站拿起来然后做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东西 那也非常多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蒙电的开发 那蒙电它的样子大概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词条 那一个词条它会提供它的就是笔顺 然后提供它的定义 然后提供它的动画等等 那当然有它的注音 然后有按下大部分的常用词 按下去之后会有真人的发音 然后它也有翻译成各种各样不同的就是台湾这边的国家语言 以及就是英文法文德文等等其他的语言 那因为有全文检索然后有跨平台的APP 所以不管你是用就是Android或者iPhone或者等等 这些都可以直接的使用 那全文检索也不止限于用汉字来检索 而也可以用就是英文法文或德文来检索 那任何检索的结果都会就是出现相关的这些词条 那蒙电是其实是台湾开放资料推动最早的应用之一 是从2013年开始的 那所谓的开放资料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我们把只有人能够看的东西就是资讯 把它后面的这些机器可以看的部分 也把它释放出来 就是把资料的部分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的方法就是叫API 就是机器跟机器中间去沟通的这样一种方法 那当然开放的意思就是 让任何人都可以以任何目的来使用 而不是只有被授权的人才可以使用 所以所谓的开放资料的开放的意思 就是它不受这个著作权法财产权等等的一个限制 因为它有开放的授权 那资料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只是给人看的 它是给机器看的 当时为什么会有盟点呢 是因为在2013年1月的时候 我有一个好朋友叶萍 他呢就是参加我们叫临时政府 G0V的这样一个黑客松 所谓黑客松在G0V的意思 就是大家花一整天的时间 然后呢去看任何看政府不顺眼的地方 然后呢去做这个 就是让政府知道怎么样做比较好的一种示范 像G0V的这个网址 它是G0V.tw 那就是因为说 我们所有政府的这个网站 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点G0V点台湾嘛 所以呢大家只要看政府哪个网站不顺眼 或服务不顺眼 就可以自己做一个一样的 但是把O换成零 所以就是一个零的转移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这个Shadow Government 然后用一种比较互动的方法 来处理这个政府的资料 所以像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啊 或者是大家可能知道的 这个空气品质的这个量测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东西 大概都是用G0V的这种方式来做的 所以当时呢叶萍他看到的 就是教育部的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 这个应该大家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部词典 那这部词典它当然是非常的历史悠久 那也因为我们要彰显说我们的资料 其实都是从教育部来的 所以当时我就取一个名字 就是MOE嘛 就是教育部的Dictionary Moyed Dictionary 那教育部重编中国语词典修订本 我自己小时候都是用它来学了 那它其实从执本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那从1945年商务英书馆嘛 然后高达16万笔的词条 那但是呢在就是当时2013年的时候 它还没有进行改版 那因为还没有进行改版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就碰到很多的困难 一个是说词条它是没有连结的 所以你查完之后呢 你可以复制那个网址贴上给你的朋友 那个朋友一打开又回到词典的首页 其实就跟没有复制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呢或者是说在里面 当时是用Big 5这样子一种 就旧时代的这种编码 所以说任何的含用字 就是像这个生态的太啊 它只能够用这个小的图片显示 是很小的图片 那这个字还好了 像那个龙龙龙那一个字 你看到就是黑色的一团 你完全不知道 那个字到底在干嘛 就是看到一个品字型的金字塔这样 对所以这个图片的解析度 也是不太好的 那当然当年是1996年做的网站嘛 所以它当然不支援手机跟平板电脑 因为当时还没有支援手机跟平板电脑 但它有什么呢 它的那个网页的程式里面也好像说 本系统需要使用Internet Explorer 5.0以上 或Nescape 4.7以上版本的浏览器 Nescape 4.7以上这个以上没有意义 因为Nescape 4.7以后没有出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完全是一种活化石的这样子一种概念 因为大家在用的时候 其实最不满的都不是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克服的 大家最不满的就是当时 你如果太久没有去操作 滑鼠没有移动 没有去点它连结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说 可能离上次操作太久 您将被导引之首 也请重新查询 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1996年的时候的 那个浏览器的技术 它在连上网站之后 它就不会再离线 不会再断线 那网站当时伺服器的技术 也没有办法完完全这样处理 就像排队一样 它没有办法处理 说我点了餐 然后我在那边用餐 然后下一个人就没有办法来排队 但其实这个在1997年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只是因为当时之后就没有再更新了 所以他们就只好用这种很奇怪的方法 但是这个呢 往往就变成标规 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布门嘛 就是上一个网站怎么做的 下一个网站也这样做 所以到成余点的时候 明明伺服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他们还是会挑出一个说 闲置超出30分钟 系统已自动登出 欢迎再次登入 但是问题是成余点根本没有登入的功能 事实上这些词典都没有登入的功能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我们这个国家非常少数 你没有办法登入 但是会把你登出的网站 这是非常厉害的 对 所以当时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大家对这样的网站的这个 应用性啊非常的不满 它资料非常的权威 但是应用性非常的不足 所以当时这个叶品就说那我们来参考开放资料的五颗星 第一颗就是要开放大家都可以去改座嘛 第二个是说想办法里面每一个栏位结构性的这样拿出来 不再是一张一张的图片而必须是一个一个的字 然后用公用的格式指定的网址交互的连结 我待会会一一说明 那所以叶品当时就是在这个Hackpad这个共笔上面 号召大家集体来写程式来砍站 什么是砍站呢 就是把每一页下载下来 所以呢当时在一天24小时之内 就成语点国语词点设计出资料格式 SQL资料格式 爬树网页转成资料 所有这些东西就有我们大概六个不同的 这个在各个不同时区的 所以我就是我去睡了 他们就会醒来 这样等等这些国际上的朋友们 就等于一系之间 literally一系之间 就把这整个东西转成这个结构化的资料 但是呢我们还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些 其实我一个都不会念啦 的这些字 那这些字到底要怎么样对应到我们的万国码 就是unicode呢 我们就开了一个试算表 Google试算表 然后邀请大家用笔画输入法 帮我们找出这些字到底是什么 那然后Google试算表就当掉了 所以我只好 因为太多人了 所以我就只好这个改成我自己的试算表 那我自己写的试算表是比较OK的 所以大家就不到24小时就 其实我也都不会念 总之这些字 我会念就奇怪 可能各位是会念的 所以所有这些字就就是辨试完成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第一次可以复制贴上这些字 因为以前都是图片嘛 图片是没有办法 那么容易的去复制贴上了 所以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叫做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 就是我们对于最后的成品的这个想象 不需要都一样 我们只需要有一些可以跑的东西 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一起来参与 每个人把它拿到不同的方向 那都是没有关系的 那大家可以共用这些资料 所以果然每个人都把它拿到不同的方向去 好比像说网站浏览器 编辑器输入法的词库 桌面的程式系统的词典 各种各样的作业系统 甚至包含外国的一些厂商 像Pleco Pleco是就是外国人很常用的一个 它也直接把蒙电的这个资料库 直接灌进去之类之类 所以所有这些其实都是非常inspiring 就是说每个人都看到说 这个资料存在 它有自己的不同的应用 那每一家不同的厂商 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应用它 那当然在刚上线的那一个月 一下子就非常非常多人用 然后就是评价也非常非常的高 那但是呢 其实本来教育部国语词典 是有一行小字的 它说版权所有翻印避久 那所以呢 其实当时我们的最主要的concent 就是会不会被翻印避久 那所以我们就找到 当时的诸作全法第五十条 就是说 就是所谓的Fair Use Doctrine 就是任何的公家机关的著作 在合理范围之内 可以去重置公开播送 或者公开传输 那所以我们这么多人 一起去把它这样子重置 我们要主张我们的合理使用 通常大家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都说我用里面的一部分 用一面一部分 然后作为合理使用 那我们是用全部 我们用全部的16万字 所以我们到底怎么主张合理使用呢 我们就主张说 我们在里面放弃掉 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能的权利 我们完全不想要用这个来赚钱 我们也不认为说 我们有任何额外的授权的限制 事实上教育部随时要拿 我们这些东西回去用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一个CC0 叫做公众领域的贡献宣告 去说我们就是做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不但无偿 而且我们不主张任何权利 所以我们主张说 16万乘以零等于零 所以我们没有侵权这样子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法解释学 好那所以教育部就想一想 到底要不要告我们 因为我们人实在太多了 就是几千人 而且一开始那群人里面 就是各大社群的人都有了 所以如果一告下去 应该得罪非常多人 所以这就是所有 Strength in Numbers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时我们就是国语的部分 是合理使用 不过当然很有意思就是说 因为比较是少数的语言或语族的话 那他们就是比较active 所以其实我们去取得像闽南语 或者说简体字 或者是这些对照 他们其实都是用所谓的CC授权 就是说你不用特别问过 你就可以以他的这个方式去使用 比较说当时的这个名语点 他们就是说 白就是说你必须注明是我做的 ND就是说我在里面说一个字 它的发音是这个 你不能随便把它改成另外一个发音 所以只要你同意这两个条件 那它就让你使用 那在这个当时这个马亦九总统的 证件之一 这个两岸河边词典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总会的两岸词典 那这个他们也有代价另外一个 就是说你不能拿来卖钱 不能够登广告等等 就是不能拿来赚钱 那这个当然我们也本来就没有拿来赚钱 那英法德文对照 他们用的是维基百科的一种授权 叫做share alike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改 你也可以卖钱 但是你不能禁止别人把你改的版本 再拿去改跟再拿去卖钱 那所以这个叫做共同方式分享 那这些都是在CC授权里面的非常常用的一些组合 那所以蒙点因为是这些的交集嘛 我们什么都不主张 所以当然我们跟这些全部都是相容的 那当然客家语当时有一个自定授权啦 就是标注出处不可改做不可做商业利用 但它不是用CC授权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它拿过来用 那当然这个教育部 当然最后还是跟我们就坐下来谈了嘛 那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其实真的不会说 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字五化 然后我们在网站上写成它六化 就会造成所有人的这个困扰 所以他们最在意的其实是规范性 他们并不是很在意说 它上面能不能再多加说 这个字它在课语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它在英语是什么意思 这他们都不在意 可是他们非常在意说 笔画啊 步手啊 偏旁啊这些东西 你不能去改改的话会天下大乱 所以说我们到后来就规范说 那应该是以ND啦 就是说不能够改做 但是不是说它的样子给人看的不能改做 而是它的资料的内容不能够改做 而且呢 这个时候教育部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里面它已经年久失修 他们也知道有非常多的问题 有非常多的措置啊等等 那这个呢 他们是没有人力 一笔一笔去这个检合的 所以也很希望说我们有对价嘛 他把这些东西放出来 希望我们也让群众的力量 能够让教育部的品质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 就是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呢 教育部在以前 在审这些东西的时候 通常用的模式叫做合作的模式 合作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组一个委员会 然后组一个整个focus group等等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合作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要先认识每个人嘛 委员会里面每个委员都彼此认识 这样子的好处是说它当然很紧密 坏处是说它需要的沟通成本非常高 当一个新的委员进来的时候 你要认识所有其他的委员 所以这个它的大小会有一个限制 那如果一个委员会大到 好比上说15个人 其实每一个人的发言权就很难都保持一致 那如果到150个人的话 其实不可能每个人认识每个人了 所以这个它的就是工作的能力是有限制的 那所以呢常常就会出现这个 需要大会决策嘛 那就是合作所谓的精细共识 那如果觉得说这个决策 这个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那就会分裂啊等等啊 这个之前都是 这个是那个以前香港社运人士 很常用的一张图 来说明说为什么他们香港的社运 一直都成不了气候 就是因为大家一定要 这个有一个很明确的共识 然后到最后就会有人觉得被收割 然后就会切割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对那所以呢 后来呢他们在雨伞运动之后 就开发出一种新的作业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协作模式 那当然在最近已经达到了一个 炉火纯青的一个境界 就是没有任何人是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境界 就是任何人随便他这个想要做什么 他反正就穿个黑色的衣服 然后就出现在香港的街道上 他不受任何人的操控或者指挥 但是他们用一个方法就是确保说每个地方都知道每个地方在做什么 那所以每个地方的一个新的想法 他就可以很容易地扩散到别的地方 在这样子的做法 每个人就不用认识每个人 所有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work out loud 就是说把自己的贡献公开地去让其他人 愿意让其他人来取用 所以说呢我们在网络上面 要怎么样子让大家大规模地一起来帮教育部修正他的词典呢 我们大概就是分成三个部分 先由链接再分享 然后再去协作 什么是链接呢 就是像在蒙典里面 每一个词条它都是有一个网址的 所以资料这个词的网址 就是moedic.tw写线资料 非常的好记 那一旦有资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每一个词 好比方说你把画数移到上面 那它的材料这个词 又可以去读取写线材料的这个链接 然后它就非常容易地去让你看到里面每一个不同的断词 不同的词的这个定义 那这样在使用上面 第一个大家就会很习惯说 我要看一个词的时候 我就复制这样子一个网址 然后我这个网址很容易地分享给别人 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有些朋友们他分享的是一整个词 一整个句子 好比像说开放资料工作方 那它在字典里面当然是没有的 但是呢它在字典里面没有不表示它不能分享 因为我们可以帮它断词嘛 它可以分成开放跟资料跟工作方 那所以呢 大家只要在自己的脸书上面打 MoydickTW形成开放资料工作方 忽然之间它就会出现一个很漂亮的教育部标准改书 然后呢去让它这个很容易地去分享 所以呢很多Facebook的小编 就是管这个粉丝页的朋友们 忽然就发现说 因为Facebook上面也附一张图 它的分享的那个几率会变得很高 但是你要找到那个图文相符啊 其实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那所以呢很多小编就发现说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像举牌小人这样嘛 就是说我把我的讯息打进盟点里面 然后这个盟点自动帮我伸出一张字图 它不但没有侵权的疑虑 而且呢大家看到之后都非常容易一目了然 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知道你想要讲的事情是什么 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就收到很多的要求 就是小编们的要求了 希望我们用各种各样子的字体 所以方含私缘字体啊 什么撰文啊这个名题黑题原题凯书访送啊等等 都非常容易的在盟点里面让你打几个字 你知道随便打你要的讯息 它就来让你选字型 然后很愿意分享 从那个之后盟点的这个使用者就爆炸性的成长 因为等于所有脸书的小编都变成我们的这个 就是推广者嘛 所以像开放资料工作坊 你就可以用风价的说文标准来显示 那所有这些也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字型 所以当我们有那么多人在脸书上分享 那么多次盟点的字图 按下去之后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讯息之后 我们终于就可以叫大家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如果一个月有这个上百万的人次 即使里面只有百分之一的人 愿意来帮我们去进行资料的校正 那也是有一万人 那也是非常的多 那这个就比当年合作的模式 能够碰到的人要多太多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call for action 就是让大家能够五秒钟十秒钟之内 就对教育部的词典有所贡献 当时呢教育部有推出一个叫做 词典啄木鸟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啄木鸟就是去抓虫嘛 所以说在这个抓虫的过程里面 任何人他找到词典里面的问题 他就可以去就是领奖 那他们有一个排序 就是第一名就是抓到最多虫的团队 就会颁奖啊等等 所以呢我们就去讲 这个呢是书证 就是说一个词条里面 他会引不同的书证 来证明说这个词 他是存在过的 那好比像说清朝的张锦奇 他这个好像还是在台湾写的 楼船望断词 里面那他这个词 在鸣笛跟标伦 这两个词条里面 都有出现这个书证 但这两个书证看起来不太一样 那一般人看过去 可能就看过去了 但其实他差一个字 一个说回应鸣笛飞空 标伦逐浪 拖脸真其绝 然后另外一个是回应鸣笛飞空 标伦逐浪 拖显真其绝 那所以他是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书证 只差一个字 大概就有一个是错字吧 好 那任何人看到 当然都知道 这个哪一个是错字 可是机器是不知道的 好 所以呢 就是他说不定 真的是拖脸了 你怎么知道 所以在这个 那所以呢 我们希望大家来帮忙的呢 就是说 我们机器先找到说 这两个不一样 那希望大家来投票 你只要按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或者两个都是对的 或者无法判断 那我们旁边还帮你放一个放大镜 让你一按 就可以Google 这样子一句话 去看到说 哪一些是真正有被引用的 而且还可以留言 那这个留言板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五个人都说是脱险对 而且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 脸脱下来是很齐绝 可惜洋人已经拍过这部电影 已无新意 对 就是这个face off的 这个变脸 就是不是很公平 因为明明是清朝先发生 拍这个电影才发生 那因为这个很好玩 所以你在PTT的这个中文版 语言教学版等等 就会有人把这个当作梗 就会上去分享 那因为这个分享的关系 所以又碰到更多人 又有更多人来 帮我们去来解决这些问题等等 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Virtual Cycle 就是越好玩 越多人参与 所以就五千六百多人次 然后一瞬间 我们就解决了 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当时就得到 主母鸟竞赛的第一名 事实上我们解决的这个错误 应该是所有其他 对五加起来的总和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教育部就觉得说 我开放出来 真的对我有好处 因为一开放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这个品质的增加 而不是只是大家 就是闭门造局而已 开门造局 才真的能够去解决问题 那当然像这样子 大家都可以贡献的事情 我们一玩就玩上瘾了 所以我们解决完 教育部的这个 词典的这个错误之后 后来呢 我们也跟一些推广母语 就是这里是邦杂 就是阿美族语的朋友们 来合作 那在以前 比如像方明英教室 他有编过阿美语的词典 可是其实只有纸本而已 当时都是 有些甚至还是 活字排版这个时代 这个出来的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 那么容易把它数位化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 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 我们把那一整本这个词典 整个扫描起来 扫描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分享出来 分享出来之后呢 同样的也是在 资料科学黑客送 这两天里面 就有人把它扫描完 切成一万多个横条 初步的机器的文字辨识 校对出书写系统之后 就建置出一个平台 任何人来我们这边 你就会看到一行字 那这一行字 你也不需要懂这个 阿美语啊 你就直接把它打出来就好了 包含它的中文部分 跟它的英文部分 那因为蒙典的用的人 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呢 所有人都非常高兴地 可以来进入这样子一个系统 那我们就是有一教 有二教 任何东西都要有三个人看过 我们才会把它变成这个数位化 那所以呢 就在脸书上面 同样的也是非常的popular 然后呢这个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运用这个宣传 我们发现说阿美族人这个能量是非常大的 那就当然当时还不是我们行政院发言人 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歌手啊 或者是这个意见领袖啊等等 所以我们就在53小时之内 所有的一整本那么厚的字典 就用所谓的这个香名 翟莉这个文字辨识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数位的词典 所以现在大家在 就是阿弥斯摩尔迪.tw 就已经可以看到 大家这样子一起集合出来一个成果 那也包含发音啊 所有词条啊等等 所以就是以上就是大概非常快了 大概25分钟左右 把这个蒙典的严格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接下来还有大概半小时吗 左右的时间呢 我想我们就以大家的问题为主 好 那 OK 好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蒙典是不是可以加上英文的界面 以便学生的操作跟自学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先给大家看一下蒙典目前的界面 蒙典目前的界面 它其实是没有这个多过语言的 基本上它只有在底下的这个英文定义的部分 才有这个多过语言 所以我觉得英文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议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边 主要的navigation就是这边嘛 就是分类索引 布手表啊 谚语 两岸词典 分类索引等等的这些部分 那我们在以前就是 因为这整套英文界面 它需要去改这个版型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都是说 那你就去用Pleco 因为Pleco里面是有蒙典的资料的 所以Pleco它本来就是设计 给这个英文语系的人去使用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也并不反对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是把我们的所谓这些strings 就是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嘛 好比像说我们的罗马拼音显示方式 就可以汉通滑通共同显示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 其实也包含客家化的部分 所有这些部分 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改的 所以如果你对英文翻译有兴趣的话 我们是可以用这样子切换的方法 因为现在做网页 就是这种切换的方法 确实是已经变成是一个主流了 好比像说我们另外一个 这个社会创新的资料库 现在是可以一按这个EN 也不用特别重新载入 他就直接把画面上的中文跟英文 去进行这样子抽换跟对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开发方向 那当然因为现在我的就是day job 就是我就是白天还是要当数位整位 所以我自己来写这个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低啦 就是我现在只是一个维护者而已 但是如果你愿意说 帮忙把这里面就是盟点里面 中文的这个界面啊 提示讯息啊等等 都翻成英文的话 那其实就加入我们的G0V的这个平台 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提案 或者是直接把你的成口加以分享 那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盟点 所以我自己也是非常乐观启程 因为现在这个在就是技术上面 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是join.gov.tw嘛 在上面有所有我们的 罚规命令的预告啊 这个所有的预算啊 所有的这个e-petition 就是所有的联署案啊 通常你只要把join.gov.tw.o 换成零 就可以变成临时政府 然后在这边只要打入你的email 你就可以去把刚刚你可以看到的那些 盟点界面上面需要翻成英文的东西 你整理一下 可能变成一个Excel档啊或什么 提供给临时政府 然后就可以看 就是有没有 志工应该是会有啦 去把它变成这个盟点的英文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 有一位朋友想要问说 是不是可以也开发简体字啊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两岸词典的这个部分 而且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部分 好比像说同时艺名跟同名艺史啊 这个是 这个都 很好玩的 对 那好比像说 大家可能最知道的就是窝心嘛 因为之前有上过新闻 但是 anyway 窝心在台湾的意思是 就是心情很好 那但是 在PRC的意思是心情很不好 所以 就是窝在心里 的意思 那我们窝心是心里很温暖的意思 对 好 所以 在两岸词典这边有特别有一个简 我请这样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去用简体来在盟点里面做检索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用的是就是教育部的资料 所以在国语词典那边 它有特别在讲说 我们如果把它的字换成简体 因为简体跟繁体是就是多一对应嘛 就是说它比方说后这个字跟后这个字 但简体都是写成后这个字嘛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特别说像这种多一对应会 让你没有办法反向映射的 这样子他们不叫格式转换 所以在那个ND就是刚刚那个Creative Commons的授权里面 教育部特别讲说 你转成简体 然后没有办法转回来 这种转换 它是属于改作 它不在它的合理的这种授权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的显示层没有办法用简体显示 因为受到教育部的授权规定所规范 这个他们非常在意 for some reason 但是就是你在检索层 就是你打简体字来检索 或者你到两岸词典这边去看到它的简写版本 这个是有的 而且现在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功能 英文解释是本来就已经有的 像窝心 那个很有意思 to feel irritated without being able to express to bear a silent grudge and to feel warm inside 特别说to feel warm inside 是South and Mandarin 所以就是感觉不好的是North and Mandarin 感觉好的是South and Mandarin 可能这个南方比较温暖 所以这个是已经有的功能 那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如何保证协作结果的正确性 其实很简单 就是刚刚讲的一教二教等等 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这是已经很习惯的一个操作 据说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朋友 会在最后去做把关 就好像编辑这样子一个功能 但是一开始的这个发散发想的部分 让大家都能够参与 那因为在线上的好处 就是因为你的游离人力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每一个词每一个错字 刚刚看到是用投票的方式 所以就算有少数人是来乱的 他就说应该是脱脸 不应该是脱险 但是毕竟这个恶意的人是少数 所以平衡下来 就是一定是五比一或者六比一 那一定还是争取的那个对 那我们的编辑层 就是到最后就稍微看一下 这样一个投票结果 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就跟现在的这个slido一样 就是大家问什么问题 是大家投票决定的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 怎么 每次看这样 你看的是教育部的那个版本吗 但是我看的是这个两岸词典 它在左上角有一个切换 website website它的你在按左上角 窩心它在国语词典里面是一个解释 但是你如果按左上角 然后再切换到两岸词典 我现在秀的是两岸词典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想要看简体字的话 你必须要去两岸词典的这个部分看 而不是在国语词典的部分看 因为我们的教育部大概是 就是不会去现在 不会再去更新简体字的部分 但是文总那一部分 他们的工作还是持续在维护着 这样 好 那这个刚刚有回答了 好 那这个就是把网站上的这个说明 这个靠近来 现在就是想要我念一遍而已 那我就念一遍嘛 那蒙点是一部 由台湾自由软体成设计 唐峰开发 数位化汉语词典 是台湾开源实践 居令V0市政府的专案之一 作为一部数位化汉语词典 蒙点除了收录了16万笔的中华民国国语条目之外 还收录了2万笔台湾米兰语 14000笔台湾客家语条目 以及提供了汉语语语发语以及德语的对照 谢谢 好 好 那有一个朋友问说 请问蒙点有没有提供API 有 我们在那个GitHub GitHub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阿宅的Facebook 就是 大家在上面贡献自己 在这个城市上面 设计上 等等上面这种贡献 所以如果这个感兴趣的话 你只要在GitHub上面找某位 或某点网站 就会看到我们的API 那这个API是非常的完整的 就是 就是斜线 RAW 斜线这个某个字 然后它就会 立刻的这样子把它这个定义出来 那我们转换成UNICODE之后 也是有它的这样子一个定义 然后呢 那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end point 是已经帮你断过词的 所以好比像说像 说文解字啊 韩语啊 这些我们已经知道它是词的 我们就会帮你这样子把它断开 所以 这是不同的处理的层级啦 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API 那就看你要用的是它的RAWDATA 就是未经处理过的 还是我们为了显示层的运用 就已经处理过的 那这两种我们都是有 非常完整的API可以下载 那你可以一次把整个字典档下载起来 这些我们都是有的 那笔顺动画 笔顺动画是已经有的 现成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来 有人举手 什么 发音 发音也是 就是常用的词的话是已经有的 但是像 像好比像说 我找一下这个 国语就有嘛 对不对 那OK 然后或者是说 什么春秋 也有嘛 对 那所以你只要按这个小箭头 它就会念给你听 所以目前上面是有发音的 那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测这个HMI线 它的那个声音出不来 所以你只好相信我 所以它是有发音的 那像客家化 客家化这边就是包含这个四线海路 这六种不同的就是发音方法其实都有 那当然是用这个赵元人的那个就是五音音质标音法去把它标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不同的这个就是四线海路的朋友们也不会特别觉得说也好像只放我的发音不放他的发音 那这个基本上都是很平衡的 那同样的道理 这边用的是像这个画音 就是它也有就是包含罗马拼音跟就是注音符号的方音符号的这个部分 那方音符号是因为很多人是就是学注音符号长大 所以它看这些是比较容易了解 那但是当然目前有各种罗马拼音的方式 包含这个台罗啊白话字啊台通啊所有这些 其实都是可以就是非常容易的自己去选择去显示的 那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已经有的 那如果对于就是合成发音有兴趣的话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手机上面或者是app上面 其实都已经有一个朗读的功能 它是accessibility嘛 就是你只要去把就是易用性适用性 就是就是无障碍的这个功能打开 它其实现在siri啊google assistant啊 其实都已经可以念给你听了 所以这个的需求就暂时在app里面没有再那么大 但是里面德语法语英语的部分 其实其实你如果按的话 它还是会念的 所以这边音法德如果你按下去的话 它也会念出英语法语跟德语来 所以大概目前我们发音的功能就是大概做到这里 好那小宝认为这个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 谢谢啊 好然后这个请问盟点是不是也支持简体字 刚刚已经讲说简体字它在两岸盟点的部分是有显示的 检索的部分你可以任意的去使用简体字检索 这两个都是已经有的这个功能 有一位王老师表示这个盟点真的很好用 每次备课都会使用这个软件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爱用 确实我们去分析那个盟点的使用者 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最常用的人并不是在大都市里面 有一阵子最多用的事实上是在澎湖 就是说就是它越感觉上说需要带到电脑教室上过游客的朋友 它就越会Active来使用 所以我们海外的使用者也是非常多的 那这也是让我们很开心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这个余老师这个昨晚已经email发问了 但在这个现场暂时不发问 我们感谢余老师 好 OK 那这个是公众领域的贡献宣告 那其实这个为什么我这边挂作者塔风 它明明是非常非常多人的作品 那当然除了是说网站是我炸的 跟我一开始做统合的工作之外 主要就是当时要缩小这个打击面 就是如果教育部真的当时想不开要告我们的话 那就这个我负赔偿责任就好 所以并不是我首歌的意思 而是当时我们大家讨论过之后 就是尽量不要把太多人的人名列在上面 然后以免这个跟教育部对簿公堂的时候 大家都会麻烦 但是当然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经过两年之后 教育部就这个词什么呢 攀然会晤 对 攀然会晤 就把这个所谓的版权所有翻译笔 就改成用公开的方式授权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政府相信人民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记得当时在教育部内部讨论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说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让民间来使用 民间会不会把它误用啊乱用啊 或者是苦手啊乱改啊什么之类的 那当时我们有个很强一个论点 就是说如果民间是恶意的 他想恶搞 他根本不会来跟教育部问授权 他就去恶搞了 你根本也不会发现他的存在 我们是这种好好来问的 就是愿意跟教育部合作 就是愿意跟教育部进入一个更长期的伙伴关系 那所以也因为就是我们一直都是 就是保持不盈利嘛 保持抛弃到著作权 所以到最后教育部就说好吧 那我们定性就是说民间帮政府进行资料清理的工作 而且还没有收钱就是志工 那志工这个政府是可以了解的 所以我们就被定性到非盈利部门去了 那非盈利部门当然教育部就是很容易接受 那所以最后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合作 那当然后来盈利部门也看到了 比如说当时我接完这个案子之后 就是just in case大家觉得说做开源软体一定都是要当志工 没有钱赚 事实上也不是 因为我们这群人这样做完之后 其他很多别的字典 看到我们有这样出演能力就会来找我们做生意 好比像说当时在苹果的时候 苹果就发现到说有这样一个萌点 然后他们也真的因为他教育部后来开放出来 他们也真的试试看整合到自己的像iPad或者iPhone上面 作为这个中文词典的这个解释 不然在以前都只有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它的定义像窩心一定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在这个就是苹果 不过苹果试了一阵子之后 他们就跑来找我们说 这个文言文太多了 因为它重演过于词典的书证 大概都是以文言文居多 那所以在我们看一般的报纸或一般的报道的时候 你如果按一个定义 然后就跑出一大堆这个四十五金等等 我是觉得是可以提升大家的素养 那但是苹果显然就不这样觉得 苹果觉得很麻烦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苹果就说那可不可以说我付你一笔钱就付我了 付我一笔钱 那帮我们再做一次你对蒙点做过的事情 但是呢这次就不是对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 而是对武南活用词典 那武南活用词典我们知道是一个给一般初阶学习者的词典 所以这个他们的定义就比较符合苹果的需求 那所以我说当然可以啊 而且武南也愿意授权嘛 所以后来我就把武南的这整份同样是 有点像刚刚那个原住民族的那一份词典 当然不是就是扫描的照片档啦 没有那样子 但是也差不多了 它就是给我排版过的那个档案 那排版过的档案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 那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图片啊等等 但我们就用蒙点这边已经处理完的一个方法 去把武南活用词典的这个就是Adobe的这个原始档 把它转成我们跟蒙点完全一样的结构化资料 那转成这个结构化资料 它就很自然接到苹果的pipeline里面去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只要在iPad上面按这个查询 这个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武南活用词典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点点贡献啦 那所以这一部分是有钱可以拿的 好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我们参加开放圆码 它是一个portfolio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证明说你有运用这样子技术的能力 虽然这个技术你贡献出来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可是毕竟没有谁比原作者要来的了解 所以他就会来commission你去做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创作 大概是这样 好然后有两位朋友们表示好棒 谢谢大家问题也很棒 好OK 就有问说有没有笔顺有笔顺的 然后能不能把汉字的笔顺动画 输出成powerpoint也方便教学 我们通常在教学上面 好比像说如果你是用苹果的话 你用QuickTime这个程式 你就可以去做部分的画面录制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方法 就是说你按笔顺之前 你先把那个画面框起来 然后说我要录这个画面 然后就按笔顺 然后按完之后 它就把这样录完 然后你就在录影停止 那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去把它变成就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在powerpoint里面重复利用的 这样一个笔顺档 那但是我也了解到说 其实很多时候你在教学的时候 你会希望能够把它放快一点 放慢一点或怎么样 那这些你可能就必须要 就是用后置的软体 iMovie等等的这些东西来处理 那当然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建议也蛮好的 所以也欢迎到那个Join.g0.v.tw 就是去这样子提出来 在上面其实也有做笔顺动画的朋友 那应该是现在技术上 也可以很容易地去调整 这个笔顺动画的速度等等 然后帮忙下载成这个GIF档 GIF档现在好像Twitter有支援了 所以也许我们的那个 蒙点字图的感染力可以更高 因为它就可以不断循环播放 这个重复写两个字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我会去做做看好了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可不可以纳入现代的网路语用法 比如像蒙字的解释 就没有办法应对您好蒙跟蒙蒙的 那其实 这很可爱 其实这个文总那边 文总那边是 文总那边是有的 文总它的那个iteration比较快 所以这边有 起源于日本御宅珠次文化的词汇 用以形容极端喜爱的事物 该事物的某种特征 可使个人蒙发热情 多用以形容可爱的表情或人物 还不错 然后英文的部分也有 To have a strong affection for something Adorable 这个long word from the Japanese 对 所以这个其实这一部分是有的 文总它的更新是稍微比较快一点 那教育部以我的理解 其实第一个是说 他们把那个重编把它定位在 就是以历史教学为主 那其实现代的部分 他们有这个 就是小词典啊 常用词典啊等等 这些别的东西 所以那个部分 其实我们目前并没有要 回来去把蒙这个说 其实早在什么战国 春秋时代蒙就是可爱的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重编目前还是以历史为主 那如果要以 比较现代更新比较快的话 文总这边是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武南那边 也是有他们自己的 更新的一个频率 我们现在暂时不会去说 这个重编一定要去收入新词 这样子的做法 那不过 如果是在做台语教学的话 有一个从蒙典出来的一个网站 叫做爱代义 那爱代义它做的事情 就是专门把教育部的 这个台语词典 没有收的这些东西 然后直接就把它收下来 所以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 非常多新的东西 什么世间世界望远镜 什么四足经 什么这个黑洞 什么什么手摇杯 什么之类 反正就是大概传统上 书证上不会有的东西 像最近黑洞很红嘛 那所以这边有个好处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投票 就是黑洞到底翻译成什么 这个台语是比较好的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说 最高票的几个 其实翻得都还不错 那你如果觉得 它翻得好或不好 你就直接按 好或不好就好 那这个其实如果 尤其是长辈 就是要学习的时候 很多人是 现在长辈这个 都会跟孙子孙女 一起玩宝可梦 所以这个我们就有一个 特别的一个宝可梦的 一个专区 在里面每一只宝可梦都有台 都有台语翻译 都有台语翻译 非常厉害的 对 所以 对 所以这个其实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练习 就是说 你要教育部去把台语字典里面 加入这个 拉底下怪书 这个基本上是 不太可能的一件事 但是因为它是开放 对 它是开放 开放授权 开放改作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去 写出来 对 所以就有人说是这个 甚至这个 ポケボン都有 之类的 二球里面的妖怪 之类之类的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对 对 妙蛙种子 是这个 之类之类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更有活力的 我们在蒙点的主战 我们只能放一些 这种 就是比较正式的 规范的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到外面的分战 像艾带艺这样子的东西 任何人都可以把任何 这个大量的 不管这个想到的什么东西 都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 所以其实是 是蛮厉害的 所以 欢迎大家 就是多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也加入正规化团队 也能够加入明恩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有非常多 这个也是激励大家 来贡献的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是蛮不错的 语音输入这个 我们其实本来就认为说 它应该是作业系统的功能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写 因为现在在iPhone上面也好 Android上也好 其实你只要 在输入那个地方 你按一下麦克风 你用语音大概就已经可以输入了 所以这部分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做 那不过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说 好比像说台语 或者是客语 或甚至原住民族语言 的语音输入 目前的这个能力 还没有像 就是现在汉语那么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在跟那个Mozilla 它是一家专门做像Firefox 这种浏览器的公司 它是一家社会企业 所有的盈利都捐赠回它的那个基金会 去做社会使命 那所以这个叫做Common Voice 所以这个Common Voice 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说它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语族 你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去 所谓捐出你的声音的意思 就是说你看很多的不同的 在上面的这些字 然后呢 我这个要 它在这个iPad上面要 特别用一个App来开 然后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录音 那录音完之后 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录音 不管它用南墙北调来录 那它同样的 会这个请大家来这个review 那review完之后 你听了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发音它到底是什么 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那你听不懂就按错误 你听得懂就按正确 那这样子慢慢的就是 大家就不需要特别这个咬字 要特别的标准 才能够让这个各地的朋友听得懂 大家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强调 那它都可以用一种 所谓群众外包的方式 来训练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系统 能够去接受各种各样不同的强调 所以我们目前也在跟Common Voice合作 看能把原住民族语言 其他的比较 我们叫做low resource language 其实它没有办法 凑到那么多的资源来请那么多的 就是生优来帮忙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去加以改善 那这个也很感谢说 我们现在国家语言发展法 原住民族的这个基本法 原住民的教育基本法等等 现在都一个一个通过 所以从明年一月开始 我们就比较会有充足的预算 来做这方面的开发 有没有西班牙文的版本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自由的西班牙文的词典 因为只要有我们就可以直接接到蒙典里面来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到里面来 那然后我们还要特别找这个CC license 注印输入法轮 OK Essence 看一下 好像一下子没有找到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用的都是 外面用开放授权已经放出来的这些系统 所以如果 我还是没有看到 如果没有现有的的话 我们就目前没有办法说 我们就随便拿一个商业授权的这个西班牙文词典来 我就把它接到蒙典里面 因为那个是要付授权费的 那蒙典的特色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加一个 所以是 我们就只会挑说 能够免费授权 那最好是开放授权的 所以 如果你就是到蒙典的网站的话 其实 我们会一一的详列 在右上角 我们每一个不同的 这个 英文、法文、德文的对照表 是用什么授权 由哪三个不同的专案提供给我们 所以如果你也找得到说 就是类似CE-Dict CF-Dict 或者汉德-Dict 的这样子一种 但是西班牙语的版本的话 同样的也很欢迎在 join.g0v.tw 提供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有 就是团队把它放进 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 就是功能里面去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花这么多时间 简式修正蒙典 却完全不收钱 热情从何而来 其实我们在 就是大家 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真的只是想要 一个好的字典而已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 开放圆满的这种热情 都是来自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 从事翻译工作 从事非常久 就是在翻译的时候 你查字典这件事情 你不想要它打断 你翻译的思绪 如果在中间 还有什么登出再登入 还是什么之类 那其实这整套思路 就被打断了 所以 其实翻译工作者 是最需要这种 快速的反应式的 这种词典的 所以当时我真的 只是为了解决 我自己的需求而已 那当然我对 就是 各种不同的 学新的语言 这个我也很有热情 所以 我每次看到像阿美族 或者像 之前什么藏语 等等的朋友 都来找蒙典的时候 我也是很高兴 因为从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去认识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所以 一方面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方面是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两个大概都是所谓的内在驱离了 那 其实我们在这个 政治经济学上面 有一个 就是 大家知道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有些事情 你完全是志工 然后有强烈的内在驱离 但是呢 有一天这个 你如果发给它500块 它反而这个动力会下降 因为这件事情 它内心产生出来 那个开心快乐的感觉 超过500块 这个产生的感觉 所以这个外在内在驱离 就是加起来一除以二之后 反而对这件事情 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做了 当然如果是500亿 那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 所以 就是说 当这个想要有金钱收入的时候 要了解到说 它会让人更有兴趣的前提 是要它 它比内在热情的那个幅度还要高 但是如果它不到那个内在热情的幅度的话 有的时候反而给钱 会让人变得没有兴趣 这个也是可能要注意的事情 我们本来这整页就可以列印了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针对 列印特别去设计那个版面 那所以我们目前这个适合做列印的版面 很可能只有我们蒙点字图分享的那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就是随便打一大堆字 是这种什么之类之类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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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晚宴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随便乱打一些字 那这些人都说这个找不到嘛 那在找不到之后呢 这个很有意思 他就会自己帮你写一封信 去文总说 这个你应该要收这样子一个词 那然后呢 或者像说我们刚刚什么什么过语词 什么 之类之类 过语词场 所以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他就会自动做出这样子一个网站 然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他最后那个字断不下去嘛 所以他就自己这样断起来 但是因为这个在字典里面没有 他是没有定义的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出错 而是说他还是会 显示一个漂漂亮亮的楷书 或者送题 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 让你能够分享 所以这一页才是我们 就是主要用来列印的这样子一个网页 那大家如果是在蒙点的那个定义的词条 希望说 他在列印的时候更好看的话 我觉得这也蛮不错 我回去开一个ticket 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够 把列印的这个部分让它更好看 好 这个西班牙语回答过了 有一位朋友们问说 交材的纠错希望透过多人协助效果更好 该如何操作 有没有推荐的使用形式 需不需要特别的资料库软件来搜集 其实都不需要 最需要的其实是三件事情 一个是说你纠错 要让它能够非常快就送出来 像我们刚才其实是挑一个措辞 叫按投票按送出 它只要两个 两个tap 那同样的刚刚我们看到 Mozilla Common Voice 它要大家来帮忙录音 你也是按两下就可以做到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你希望他花时间来帮助你 他花一分钟以上的时间 跟他花一分钟以下的时间 是差很多的 每个人都有一分钟的善心 简单来讲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整个流程 设计成他一分钟之内 就可以帮到你的忙 那你就会碰到非常非常多人来帮你忙 但是如果你这个流程要一分钟以上 才能够帮你忙 那就没有几个人会来帮你忙 所以就是说 那个非常容易的让他一下子就有 我这个在帮到忙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你帮到忙的时候呢 你要让他有一个可以分享的网址 像我们刚刚的 卓木鸟的那个网站里面 每一个错字都是可以分享的 包含他的留言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一留言 他分享出去 他就觉得自己予有熔烟 那这个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叫冰桶挑战嘛 就是说大家就会往身上泼冰水 来体验见动人的那件事情 然后还会露营等等 你如果不把他分享出去 其实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就是说没有人会这个没事 在自己身上泼一桶冰水 然后不分享出去 他会泼一桶冰水 就是为了也要分享出去 对 所以就是说你要把它设计成说 他不但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做 找一桶冰水 一分钟应该可以做完 对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 让他觉得他分享出去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个call to action 就是他这样子分享出去的时候 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 像当时是要帮见动人募款 这叫connected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extensible 就是说你这一套方法 你分享出来 所以不是只有在你的教材上面 可以让大家共笔分享等等 你这个东西可以放在更大的一个 共笔的范围 好比像说中文的维基百科 好比像说现在 其实在网路上有非常多 就做这样子的 就是重包的这些事情的一些网站 像我昨天才碰到一个新的 叫做什么Mind Sumo 这个 这对我完全是新的 但是 因为就是Mozilla Five Fox 他们最近在Mind Sumo上面 发起了一个 怎么样让网路上面的 有价值的讯息 更容易跑在大家眼前的这个挑战 所以我就了解到这个网站 那所以很简单 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解决方案 直接po在上面 不管是你用金钱作为回馈 还是你用什么别的东西作为回馈 你都可以很容易在这个网站上面去 engage 更多的这个重包的这个社群 所以从头自己设计出一个社群 是比较困难的 那我们最近成功的例子 可能像Duo Lingo 就是用猫头鹰 这个学语言的那个 那个它的生意的模式很简单 就是你学到一个程度 它就要你翻译一堆东西 那翻译一堆东西是你的习题 可是这些翻译的差 它就翻译公司就卖给 就是大企业 那所以这个等于是说 你学习当中的这个副产品 它直接帮这些副产品 用一种循环经济模式 把它找到一个商业模式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但是这样子的话 你要从头做一个社群 需要的那个时间是非常大 那还不如说 威吉百科也好 想卖Sumo也好 Patreon也好 泽泽也好 这个不管是群众募资 募款募劳力啊 等等这些工作 现在都有些现成的平台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 运用这些平台来进行 好 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文总就是文化总会 好 然后笔顺动画目前是SVG形式 不是GIF形式 那目前只有那个 就是历代词典的那个部分 就当你在某点里面找一个 特定的字的时候 历代的书体 它是用GIF显示 但是不是就是 不是我们一开始可以 同时写几个字 那个笔顺动画 那至于为什么不是GIF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 发现GIF它的档案大小比较大 所以我们其实存的是 那个向量的笔画 那尤其在手机APP上面 这样子 因为现在手机解析度又很高 你如果用GIF的话 它会出现格子状 那但是这样子学生看起来 感觉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用 向量的方式来做描绘 那当然这个能不能够 另存成GIF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许未来可以往这边去发展 我们其实有设计非常多 这个蒙点的相关的游戏 有一个Moetris 也是我当年设计的 这个是开始游戏之后 什么单词会从商方落下 然后依序点选两字以上的词 就可以消去选取的方块 所以这个你就会看到很多字 从上面落下来 然后呢你就会需要用它来组词 然后呢词的那个字数越多 这有点像是Scrabble 就是足的词越多 那它就可以消掉越多东西 然后就越有分数等等 这个是可以 这个很多人可以玩很久的 所以这个叫Moetris 就是有点像是Moetic 然后Tetris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好 那所以这个就放在这边 因为我一下子还看不到 有什么足得到的词 有问号的话是 它是可以用来当作任何词用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 比较容易作弊的方法 好 然后anyway 那我们就看一下 到底 好 巨头 欸 巨头是 好 豆腐 好 然后就玩起来 好anyway 所以这个是 这个Moetris 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玩的 有空的话 可以来玩这个 蒙点的方块游戏 好 一教的二教 确实是有个别的专家来担任 确实是这样子 然后 这个其他大概都用过了 蒙点的设计就是你的APP 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去使用的 这个纠错 确实有回应进入这个教育部 那App Store 设定是荷兰却找不到蒙点 要到 这个应该 好 那我回去看一下 或你找M O E D I C T 因为之前App Store 有把我们下架过一次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把 本来那个说明是 教育部国语词典 但其实它明明不是 教育部出的 而是民间出的 所以它就把我们下架了 一直到我们要把它改成什么 什么多语种 什么国语词典 他们才让我们上架 所以 大概是这样子 找不到字体的话 可以啊 就到Join.g.v.tw 補充就可以了 练习 生字练习部 我记得之前有人写过 你找一下蒙点 生字练习部 应该可以找得到 好 以上就大概这三十个问题 回答到这边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 感谢唐振伟的分享 让各位与会者 对于蒙点 以及网路社群开放协作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与了解 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感谢唐振伟